小虎队再度同框,苏友鹏之前喊话约犯愿望达成 近日,陈志鹏晒出了小虎队重聚的合照 随后,吴奇隆和苏友鹏也转发了这条微博 在三人的自拍照片中,可以看到 苏友鹏的状态比另外两人都要好 仿佛还是当年那个乖乖虎 而陈志鹏和吴奇隆脸上都有了岁月的痕迹 在《创造营2019》节目中 苏友鹏曾经喊话吴奇隆和陈志鹏有机会一起约犯 去他家他来坐 而陈志鹏也回应道 别光说不练,赶紧约起来 在2010年苦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小虎队再度聚首,重新联妹演唱他们的经典歌曲爱 《蝴蝶飞亚》和《青苹果乐园》 并获得春节联欢晚会节歌舞类一等奖 不少人也都在感慨 当初国民组合小虎队就这么分道扬镳之力破碎了 更是有不少人开始惋惜陈志鹏现在的发展 在大众眼里 陈志鹏从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是那个小帅虎了 而他在外界眼里的作用 也只是用来对比另外两个人发展的有多好的衬托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